每当老爸的回忆 他那些60年前的童年 他说那时候的 还很原始 满山遍野的榴莲树 在榴莲季节时 果实就像是从天而降般 掉落在地上 每天他和弟弟总是肩上 扛着大麻包带 满怀期待的往山里走 寻着山榴莲的香味 就在能在丛林中找寻到 这些山里的山珍美味 他说那时几兄弟都把榴莲当饭吃 早上起来榴莲的热气 让他们的岩石多到蒸不开 还得用水槽的水清洗后 才可以把眼睛给睁开 那份对山榴莲的回忆 真是无法形容 时光飞逝 现存的山榴莲树都遥遥无几 前几年还枯死了一颗 但在不远处的 却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山榴莲品种 不同的是 这次发现的山榴莲经由脸书 Facebook各托文中发现的 橘黄色的果肉 这种颜色的山榴莲 在前些年 彭亨州的发现中 从未见过 更巧的是 惊叹坊后 才知道 原祖小时候 也是住在 而且还是老爸的邻居 两人也60多年的交情 这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 把两人的回忆从平行线交错一起 来听听王老先生怎么说 我说我都已经几十年了 我今年也七十几岁了 七十几岁了 好像肯定 我也是二十岁 我老爸就种孩子了 我们住在禁光看到榴莲很肉的 就拿来种孩子了 谁知道种孩子就变成这样的样子 有三个是这样的 以前如果你种山榴莲 人家说你是傻子 我们就种到它变成这样的 把花是这样的样子 幸好它还是这么好的花红色 它是很深的水红 这波最少有三百额 好像这波 年头花、仙果帮打很多花 结果没有平几多粒 因为这个流点 你看它的样子很坏的 我们有原点是如算的放鸣 我也有如算的放鸣 我是药大 我是雍雷 这波我们叫山中黄 这波最好的 这波我们就叫花红 这样来说 一跌下去 一跌下去 爆了 它就很滑溜 哇 是吗 嗯 可以 嗯 嗯 嗯 够了 哈哈 哈哈 牠原生樹都很大 我看牠的樹頭是兩棵 我看牠差不多兩、三棵這麼大 牠的大鴨這麼大 牠是補充的,牠有三棵 結果大風來,一棵大風來,兩棵 最後沒有了 牠的水 你的棵還夠大了 牠怎麼會看的 好涼哦 好涼哦 这个酒味重 大粒掉下来炖到的 酒味很重 酒味很重 喜欢喝酒的时候吃点 酒味 酒味 这么厉害 很厉害 多人找 但现在开始多了 现在有了 看了有人会问 通常是外浮 外浮都有问 不过之前我没知道 我怎么记得 他们头头说 没得记得 所以我又找到一个 可以记得 然后我就入百箱记得 今天又记两箱 记两箱 一个座开一个把枕 封锁一粒 好 我在迪华都加沙上去煮 然后就搬回来 那里 以前我也是种 国家种楼链 后来那些 以前的薄资楼链 以前的 24 96 101 之类的东西 多数死了 都没有人 那些101 以前我们买来 吃了18元 一 kilo 到我们出的时候 他说一口钱 一 kilo 多的时候 按帮种 我多得不得 我几肯地 我五肯地按帮种 放开来种草莓 以前 以前放了又种回楼链 现在做好了 现在里面有些 有些 就是说体力 以前看到的那些 美的101在那裡 没放 我怕很乱 我怕删除我 你不过他们 好像有好酒味 他们 不过以前都有人 叫做XO 鱼黄色的果肉 加上60年前 就被先父所种下的 三榴莲树 其味道可想而知 有香浓 味道更为独特 没有太浓的三榴莲气味 但丝滑的肉质 和黏猴的质感 还是掩饰不了 三榴莲那种 特有的山野气息 感谢观看 记得订阅 点赞 以及分享